可能大家想都沒想過 不過你不要小看踢演這行運動 如果你玩到出神入化的話 我們同樣都有一個稱號封給你的 就是踢演王 一起認識一下他的奇蹟 這裡是廣州的中央公園 這裡有一支踢演大軍 男女老少個個都會踢 不過在這堆人當中 就有一支踢演的小分隊 他們踢的演員和大多數人踢的完全不同 為什麼?因為人家懂功夫 現在他們在熱身 這種踢法其實是最基本的踢法 注意,與眾不同的踢法開始 這個就叫做盜卷豬簾 看清楚就是這個後腳 硬硬將向前踢的演員 盜卷一圈又翻回去前面 再看就踢演這個人 身輕如煙造型灑脫 一出招就知道不同扮響 這招叫獅子彩青 玩的是腳快、眼快、嘴快 身轉得快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這種反應能力和身體協調性 絕不是一日之寒可以練就 看到沒有? 吃這一招的人 就是被稱為廣州演王的鄧永生 我今年47歲 就跟十一二歲踢了三十多年 鄧先生踢演的花式有一百多種 再欣賞兩招 看地拔衝 倒踢紫金冠 這個叫龍跳天門 後腳踢起演 演著穿過手造的天門 就是這樣一跳一踢 雙手向後一位 不但動作流暢 賞心願目 而且全身的肢體配合協調 怎樣看它這麼純熟的技巧 就知道演王這個稱號 並不是浪得虛名 平時也有踢 但沒有他們的藝術那麼高 他們簡直是一種藝術享受 對呀 就是一種藝術享受 看看這個年輕人 可以說是青出於男 勝於男 你看看花腳獸腿 簡直就是把眼 玩弄在腿竹之間 成立這一招梅花三湧 就令人單為觀止 你看看多多人可彩 這個三人組合 一氣呵成的造影 功夫真是了得了得 這一送一節配合默契 變化令人眼花燎嫩 裸演用手 裸演用手 裸演亦易如反掌 真是過癮 我以為他踢得很好 以這位這麼肥的一生 為何能夠踢得這麼耍脫呢 其實我在未踢演之前 未參與這個運動之前 我的身體是 到了180斤以上 參與了這個運動以後 就從多方面鍛鍊 又堅持了下來 實際上現在已經減到 160幾 踢演減肥真是個好方法 但是呢 告訴你 踢演還可以令人頭爭一點 不准 這位老爸 今年76 踢演了40幾年 退休18年了 我正式去看病 都很少 差不多80歲的人 依然這麼精神 腳發靈活 看來演的功勞真是不少了 老人家說 踢演其實是 中國民間傳統的體育運動 起源於漢代 到了清末文初 更加成為一種流行的體育運動 他之所以能夠這麼遠遠流場 除了他動作瀟灑 姿勢優美之外 最主要他是一種獨特的強迷身運動 踢演紙對身體非常好 因為踢演紙有油韌性 油韌性幫助人的協調 眼睛又要用到 身體各方面都要有協調 比較好 演王又說踢演對人的身心很有益 表現在一運動全身 益受保健 第二就是提高人的良品度 協調性和反應能力 第三就是多人組合 培養組織性和合作精等 四就是二演會友 開心了 不就有好心情 二演會友 二演會友 加上一群朋友 大家都一幾個人為賣 就很開心了 踢演就老笑咸耳 不用多大地方 又不用多人 對於忙碌的都市人來說 梅兒是健身的最好選擇 不如你也一起踢吧